我跟你说 完了回来你听啊 我三点钟还在楼道里走呢 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块不对了 这块就有点像气球似的 就有点要爆炸的那种感觉啊 我一想 这不行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上牙膛啊 上牙床子 起一个泡 就这个泡 就只有面膜 就这个泡 在瞬间 咱说的瞬间 可能也是挺慢的 瞬间就是十几分钟嘛 就长了不少 再等十几分 长不少 到最后我这个泡 拱着我舌头了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泡 在上牙膛 整个一上牙膛 长出一个油面泡 我说这不行了 我说这第二天 没办法拍戏怎么办呢 拍不了了 我自己打个车就上医院了 嘎嘎嘎 敲门 把这个大夫 你说多逗啊 把这个大夫叫醒了以后 一个女大夫 说你这怎么了 我直接告诉你 我怎么了啊 我今天吃油面 我说吃油面 怕什么 我们天天吃油面 说您吃多少啊 我就把这个事跟他一说 吃了两顿 那个大夫也特幽默 说我们这儿只能吃六分饱 就跟你吃半饱 吃六分饱 你这吃了十二分饱 你能活到现在就不 我说我这楼道走 他说你不是后半线 你还不能停 你回去 这一宿就没停 所以你经那个楼道里 那个脚步声 那真是 后来关心那炮呢 我都想不到 炮他给抽出去 把金金叫来 能逗出这么一个故事 真是 这在不大的一个西洋村 已经家喻呼啸了 那多年以后 我们现在剧组啊 你像前两天 我说我要给你做嘉宾 我跟三菱导演也沟通了一下 我跟帖子他们也都碰了一下 我说还能记住 楚歌的好多趣事啊 我天最深刻的就是长出油面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